随着中国的免签朋友圈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来中国工作学习 哈喽 我是来自波兰的李天峰 我是我公来自多尔区的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陈可欣 我在媒体团上帮订了我多尔区银行卡 Mastercard 买号机票 电台都可以 我们刚刚花了一分钟就可以 把我的波兰的银行卡帮订到微信 现在可以用啊 在我们的宿舍里有智能的洗衣机 我们平时用手机支付包刻衣服签 然后洗衣服 坐公交地铁啊 还是所有的支付都是一个手机就能完成 但不是就是会有那种鼓励绑银行卡 然后就会给你折扣 外国人来到中国 如何用一部手机快速融入社会生活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几位 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的留学生 分享一下他们在中国的便捷生活体验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您好我是要帮银行卡 好的那请给我您的护照 护照 您提供了您的护照 然后呢您这护照上有您的签照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给您开一张银行卡 这个开银行卡的时间呢大概是十分钟 您要喝什么呢 可乐 可乐 一瓶可乐 可乐 无糖的吗 无糖的 好的 一个 谢谢 好的 我现在马上要用那个微信 用我的波兰卡来制服 成功了 这么方便啊 这么方便啊 真的 一瓶给你啊 好 谢谢 谢谢 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手是小龙包 可以看在这里的餐厅 现在我想买一瓶小龙包 您好 您好 一瓶牵入小龙包 9块 请问可以怎么付钱 可以微信支付宝原删付 哦 好 很方便 请支付 我2月29号刚来这里 我用过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我觉得这很方便 我有三张乌克兰银行卡 搬定了两张 在乌克兰我平时不扫二位毛 在中国我很常扫一扫 可以在微信点咖啡 然后10分钟以后来这儿喝我的咖啡 电子支付的话 我自己觉得一个挺有意思的点 就是它可以小到用分 我觉得这个点挺有趣的 一分钱买可乐 很精准啊 算得很精准 我刚来的时候我带了钱金 但是现在我已经习惯了 所以每天我都用九福包 本家的时候我出过了西安 贝达河 青岛 在九福包有一个按键 你可以换你的地方 在地铁 在大学的时候都可以 所以很方便 在波兰的生活 我习惯了用现金或者银行卡 但是现在什么都不用 只有我的手机才可以了 第一天我觉得 啊 我的钱包在哪里啊 但是现在我觉得很好 平时我在旅游近点 我常花大概是50到100块钱 就是买礼物 买食品 都用支付保护钱的 在美团我常点外卖 我喜欢吃茶器 很便宜 也很好吃的 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历史 我很喜欢北京语言大学 就会儿子 在美团的工作里面 就会儿子 就会儿子 在美团的工作里面 就会儿子 在美团的工作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